大家好,我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 共诸梦想同复未来,华侨华人与冬奥主题展正在我们博物馆展出。 展览首次梳理和回顾了华侨华人对中国冰雪运动和北京奥运的贡献与作用。 通过400多张照片、300多件实物、200多段视频和100余件艺术品呈现给公众。 我们的展览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展览一直持续到4月5日,欢迎各位观众前来参观。 我们博物馆决定筹办这个展览是在去年8月,当时考虑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 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华侨华人对中国冰雪运动,对北京冬奥的作用与贡献做一个梳理,挖掘其中的故事,以多案化的方式展现给公众,将会是对北京冬奥会一个有利的帮助。 定下这个题目后,我们发现要办好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展览,一是需要有深入的研究作为支撑,但是这个题目呢,前人研究的成果非常的少。 二呢,一个展览需要有丰富的实物、图片、视频等等资料作为见证物。 而梳理后我们发现,我们馆藏文物当中与冰雪运动相关的有非常的稀少。 但是好在我们筹办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是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支持,二是有一批热心关心我们博物馆,支持我们举办这个展览的人士呢,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让我们就更加有信心把华侨华人与冬奥的展览办好,把华侨华人与中国冰雪运动的这个故事讲好。